你凭什么能够确认 一生中你所看到的全都是人 走在大街上 有没有可能你看到的某个人 在别人眼里根本不存在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我记录恐怖电影 恐怖素材第三部 丹妮斯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探险博主 经常会去探索一些废弃的恐怖建筑 最近他发现了两部恐怖片十分诡异 里面的内容就好像真实发生的一样 讲述的是一个警察和两个男人 接触到一盘被诅咒的录像带后相继失踪的故事 更加奇怪的是 两个男人失踪前还在录像带里看到了自己 故事均发生在马里兰州的黑牙镇 丹妮斯本人就住在马里兰州 为了验证一下录像带里的故事是否真实存在 于是丹妮斯决定前往黑牙镇一探究竟 起初他只是想借助电影的热度蹭波流量 并没有意识到会有什么危险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次探险竟然成了丹妮斯的最后一次领悟 第二天丹妮斯准备妥当上路出发 导航里面竟然还真的搜索到了黑牙镇的位置 离他只有三个小时的车程并不算远 但听起来并不算远的路程 丹妮斯却整整开了五个小时 终于在穿过一团浓雾后到达了小镇边缘 这里雾气弥漫异常诡异 难以言喻的窒息赶压的人喘不过气 小镇的入口处立着一块标识牌 上面写着历史悠久的黑牙镇欢迎你 一个宁静祥和的小镇 始建于1877年 丹妮斯继续往前开 很快就见到了黑牙镇的第一栋房子 不过貌似已经荒废了很久 但奇怪的是门口的信箱里竟然还有信件 走进房子里他才发现 这里早已一片狼藉破败不堪 感觉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 丹妮斯开着车子继续深入 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可以正常居住的房屋 他想打听一下录像带的事情便走了过去 没想到房门竟然没有上锁一碰就开 丹妮斯喊了很久都无人应答 可他明明能够听到房间里有动静 于是他按耐不住好奇走了进去 只见餐桌前的凳子倒了一地 水龙头也是开着的 可就是看不到半点活人的影子 各个房间里都收拾得井然有序 就好像主人刚刚离开一样 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丹妮斯急忙离开 车子继续往前又遇到了一处房屋 此时丹妮斯的好奇心被彻底拉满 想着这个房子里总该有人了吧 可越是担心什么越会发生什么 这个房子里跟刚才看到的一模一样 生活气息很浓 但就是没有看到主人的存在 接下来的几个房间同样如此 丹妮斯不敢在房子里酒呆急忙转身离开 接下来车子从一片墓地之中穿过 即使在大白天也能嗅到这里散发出来的死亡气息 丹妮斯还惊奇地发现 路边竟然有很多裸露在外的棺木 好像是被人故意打开扔在了这里 而且棺材里面全部都是空的 一股莫名的恐惧瞬间笼罩全身 丹妮斯一分钟都不想待在这里 他急忙调转车头就要离开 向着来时的方向越开越快 他跟着导航的只是很快出了城区 只要穿过前面这片树林就能到达小镇的入口 也就是树立着那块标示牌的地方 丹妮斯也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自从来到这里就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车子还没开出去多远又一次发生了怪事 导航明明提示需要在此处左拐 可现实中这里却成了路的尽头 丹妮斯以为是导航搞错了想要倒车掉头 车子突然撞到什么东西顿了一下 丹妮斯回过头就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只见后面同样也出现了一块道路尽头的牌子格外显眼 丹妮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明明是刚刚走过的路却瞬间消失不见 车子竟然被困在了这前后不过十米的道路中间 他顿时感觉到头皮发麻汗毛倒立 试问谁遇到这种情况还能保持理智 丹妮斯本能地冲着树林大喊救命 但周围除了他的声音万来俱计 他实在无法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切 急忙放下相机给朋友打去电话求助 可才刚刚说了两句就莫名中断 等他再打过去时对方已经变成了无法接通 他连续换了好几个朋友都是如此 丹妮斯简直快要疯了 他拿起相机准备徒步离开这里 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 旁边不远处似乎还有一条路 丹妮斯穿过树林来到这边 果真看到一条笔直的大路通往城外 而另一端则是通向了一座小木屋 看过第二部解说视频的朋友们都知道 这里就是丹妮尔与詹姆斯的临时住所 那栋拆除了几十年又诡异出现的小木屋 丹妮斯来不及多想急忙回去开车 可等他再次回来 是车子竟然诡异的消失不见 就连路也变回了一条平坦的大道 前后都看不到镜头的那种 此时的丹妮斯已经崩溃到了极点 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犹如梦境一般 丹妮斯强压住心中的恐惧继续向前 很快就在路中间发现了很多死鸟 这时他才突然意识到 自打走进小镇的那一刻起 他就再也没有见过任何虎物 哪怕是一只苍蝇或者一只蚊子 这里仿佛成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空间 所有东西的存在只为证明 它们曾经存在过 丹妮斯不敢想象晚上会是什么景象 因为一旦进入黑夜 他就会不自觉地想起 电影中发生在这里的那些恐怖故事 但天色还是硬生生地暗了下来 探险博主进入了一座诡异的小镇 想要离开时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这里怎么也出不去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丹妮斯顺着大路还在不停地走着 很快他就发现了树立在小镇入口出的那块牌子 但与白天不同的是 此时牌子上赫然多出了两个血手印 丹妮斯想不通也不愿再多想 他摸索着继续向前 竟然在路中间发现了科尔警长的制服 一切正如丹妮斯担心的那样 恐怖电影中的故事仿佛真的来到了自己身边 不知道又走了多久 他在路边发现了一栋房子 里面没有亮光漆黑一片 丹妮斯喊了很久也无人应答 但有个房子总比待在野外要好得多 走了一下午又可又饿 他在冰箱里找到了些许食物补充体力 还在抽屉里找到了一个手电筒照明 他仔细地检查了每个房间 依然如他之前看到的所有房子一样 他还在抽屉里发现了一盘署名为 1990年10月的磁带 里面是一个小男孩记录的生活日常 他的哥哥在骨仓里找到了一卷录像带 随后就像着了魔一样重复观看 没想到就在这时磁带停顿了一下 紧接着便有一个恐怖的声音让他尽快离开 丹妮斯被吓得赶紧躲门而出 可他刚刚走出房门 就听到了黑暗中传来树枝折断的声音 而且声音好像还在朝着他慢慢靠近 丹妮斯被吓得急忙又退回了房子 此时他的精神和肉体都已接近了崩溃的边缘 他想不明白发生的一切做何解释 同时也在后悔自己的行为有多么愚蠢 不知不觉中丹妮斯睡了过去 可很快又被一阵上楼的脚步声惊醒 丹妮斯以为是房主的声音走了出去 没想到脚步声瞬间戛然而止 门外也没有看到任何人的影子 不过他发现院子里好像凭空多出来一个房子 刚才进来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它的存在 而且房子里似乎有人在小声说话 丹妮斯壮着胆子走了过去 果然在房子门口看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他继续靠近才看清楚 男人面对墙壁一动不动站在那里一场诡异 丹妮斯险些被吓得灵魂出窍 但更加恐怖的是 院子里还有好几个被这样暴投的尸体 他一路狂奔跑到房子里锁死房门 还不住地安慰自己刚才看到的只是幻觉 丹妮斯在惶恐与不安中艰难地熬到了天亮 外面的一切又都恢复了原样 昨晚看到的那栋房子也诡异地消失不见 丹妮斯不知道又走了多久 即使他朝着一个方向仍然会回到原点 整个小镇就像迷宫一样绕来绕去 以至于丹妮斯已经失去了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就在这时他猛地抬头发现 树林中好像支着一顶帐篷 他兴奋地跑了过去 但遗憾的是这里并没有人 帐篷里随意摆放着几件衣物和一条死鱼 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了一本书 一本可以解开他所有谜团的书 根据书中记载 黑牙阵正被一种超自然力量控制 所有走进浓雾中的人类都将永远无法离开 一种身穿黑衣的神秘生物是这个领域的门徒 他们从目的中收集尸体进行某种祈祷和献祭仪式 但现在还不能完全明白这种仪式究竟代表着什么 看来留下这本书的人与自己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丹妮斯一直等到了深夜也没有等到任何人 就在他钻进帐篷准备休息一会 时外面突然有了动静 丹妮斯刚刚出来就与一名男人撞了个马怀 看过前两部解说的都认识这个男人 他是詹姆斯的好友艾利克斯 曾经也在录像带里出现过 他一周前来到这里寻找詹姆斯 结果被困在这里始终没能出去 他说这里仿佛是与现实并存的另一个维度空间 想要离开只有一个办法 艾利克斯说完就举起了手枪 丹妮斯被突如其来的遍布吓得拔腿就跑 好不容易让自己平静下来休息一会 结果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荡着秋千的小男孩 小男孩告诉他录像带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 想要摆脱录像带的诅咒就要把他从第一次出现的地方拿走 他刚想再问点什么 下一秒男孩净诡异的瞬间消失 只剩下一个空秋千再来回摆动 丹妮斯还在地上发现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出现在录像带里的人必死无疑 他暗自庆幸自己并没有出现在录像带里 这也就说明他可能还存有一线生机 他继续摸索着一路向前 不知不觉中竟然又莫名回到了帐篷跟前 丹妮斯捡起男人的手枪回到帐篷 随时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 不一会的功夫外面传来若隐若现的女人声音 这声音明显不是一个正常人在说话 丹妮斯马上就被吓得睡一拳无 女人嘴里不停说着要找到自己的孩子 外面很快又没有了动静 他走出帐篷随便开了几枪给自己撞胆 但这招似乎并不管用 等丹妮斯醒来时女人已经消失不见 他爬起身来疯狂逃离这里 但没想到却遇上了更加恐怖的事情 男人被困在了一个小镇里整整三天 这里就像迷宫一样走不出去 更加诡异的是 这三天里他没有看见过任何活物 恐惧 无助 绝望 充斥着丹妮斯的每根神经 很快又到了第三天的晚上 丹妮斯在路中央发现了一扇门 真的仅仅只是一扇门突兀地站在那里 他刚想走过去就传来了敲门声 差点把丹妮斯当场吓尿 等彻底没了动静他才赶过去查看 门前门后什么东西都没有 可诡异的是 他推开门的瞬间竟然直接来到了一个房间 房间里的摆设非常熟悉 这就是第一步里面科尔来过的那栋房子 被拆除一年后又神秘出现的那栋房子 丹妮斯以为自己又回到了现实世界 急忙打开前门准备离开 可门后并不是房子的外面 而是直接来到了地下室里 这里还躲藏了很多不知是人是鬼的东西 丹妮斯慌不择路一通乱跑 不知怎么的静又回到了之前的马路上 身后的那扇门也诡异地跟着消失 丹妮斯索性关掉了摄像机不再拍摄 下一个镜头直接来到了第二天的下午 他知道自己可能会被困死在小镇 于是告诫看到这卷录像带的人千万不要再来这里 下一段视频又来到了晚上 在第二部电影里神秘失踪的丹妮尔再次露面 他问丹妮斯有没有看到过一座红色的桥 据说那座桥连接着小镇和现实中的世界 丹妮斯对这里一无所知只能跟着男人一起探索 很明显男人被困在这里的时间更长 说不定跟着他真的能够找到出去的路 不知道时间又过去了多久 两人竟然真的在附近发现了一座红色的桥 男人异常兴奋地快速通过桥梁 随后翻过护兰钻进了一旁的树林之中 可等丹妮斯走过去时男人已经消失不见 就好像根本没有来过一样 难道他真的成功了吗 丹妮斯带着种种疑惑在树林中继续穿行 很快就在前方发现了几张巡人启事 其中就有刚才见到的男人丹妮尔布兰奇 第二部电影里失踪的詹姆斯达尔文 第一部电影里失踪的副警长科尔 更诡异的是竟然还出现了自己的巡人启事 下一秒丹妮尔突然出现 但看上去他的状态似乎不太正常 旁边的异响吸引了丹妮斯的注意 等他把镜头再转回来就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很显然丹妮尔并没有回到现实 反而害死了自己 他一路跌跌撞撞竟然不知不觉中来到了目的 紧接着就看到一座房子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丹妮斯来不及考虑太多一头钻了进去 房子里堆满了各种休憩坟墓的工具 这应该是目的管理员的住处 他拿起一把铁锹斗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过了一会房门外突然传来了沙哑的说话声 紧接着房门被缓缓打开 一个恐怖的身影出现在门后但始终没有进来 他说自己是目的管理员在这座房子里住了十几年 直到1979年在地下室里发现了那卷诡异的录像带 他应该是黑牙镇第一个因诅咒而死的人 随后每隔几年录像带就会神秘出现一次 每次出现都会发生离奇的谋杀事件 最后所有人都死了留下一座空城 说完后管理员突然顺移到了丹尼斯面前 丹尼斯慌不择路跑进了另外一个房间 这里表面看上去非常安全 但不一会的功夫衣柜里就出现了一个恐怖的女鬼 丹尼斯跑出来后发现外面已经彻底变了样 但还能看得出来依然还是守护人的房子 这时他突然想到了小男孩说过的话 想要摆脱录像带的诅咒就要把他从第一次出现的地方拿回 丹尼斯摸索着来到了地下室 开始在一堆杂物中寻找录像带的存在 黄天不负有新人 他终于在地下室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了内卷录像带 可没想到他拿着录像带刚刚来到外面 就遇到了书中提到的那种神秘黑衣人 丹尼斯急忙转身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了过去 可还没有跑出去多远 就被一辆急驰而来的车子撞倒在地上 看过第一部解说的朋友们都知道 这就是詹姆斯与埃利克斯开的车 与恐怖素材第一部里的剧情完美结合在了一起 不妨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 三个年轻人要去拍摄一次罕见的过境风暴 结果车辆行驶在路上突然撞倒了一名陌生人 三人惊慌失措急忙下车查看 没想到其中一人被黑衣人开枪打死 剩余的两个人也被黑衣人拖进了树林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丹尼斯也算是逃出了那个维度空间回到了现实 只是不知道是在他死前还是死后 最后警方在早已废弃的黑牙阵里发现了丹尼斯的摄像机 鉴于里面的内容极度恐怖且异常诡异 于是便从所有地图和全球定位系统中删除了黑牙阵的存在 并封锁了全部进出的道路 曾经居住在小镇上的268名居民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至此恐怖素材3的正片内容结束 其实把三部电影连起来看非常有趣 第一部可以看作是整个故事的基础 2015年梅根看了一卷诡异的录像带后杀了全家 他们的房子随即也被当地政府拆除 2016年房子诡异的再次出现 副警长科尔奉命前去调查 在房子里看完录像带后神秘失踪 2019年丹尼尔与詹姆斯两人发现 内卷录像带里的主角竟然就是他们自己 于是两人来到黑牙镇调查真相 当时的小镇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他们还采访到了很多当地的居民 可仅仅只是过了一年 等到丹尼斯2020年过来的时候 这里就变成了一座早已废弃的小镇 更加诡异的是 它的结局同样出现在了几十年前就已经存在的录像带里 电影里面的虚虚实实很难说得清楚 可能每个人看完后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答案 电影正片链接还是放到了评论区的置顶位置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欣赏 咱们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支持一下 我是大嘴 咱们下个电影再见